歡迎收看五七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俊英 各位同學上課了 美國的銀行危機真的已經過去了嗎 也壓寶連準會應該不會 鷹派升息的動作 美股市的指數連續兩天的收紅 台股在清明廉價之前 今天盤中指數再創下9個月來的新高 但是創高之後畢竟要放假了嘛 似乎階段性任務達成 台股盤中漲勢收斂 今天開高走低可是量縮 那大家都想問 下個禮拜今晚只有兩個交易日 能不能夠再向上呢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肖宥明 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王佳麗 趙宜老師好 明君好 同學好 歡迎分析政委群正老師好 明君 各位同學大家好 連架之前台股股市先創高了 今天開高走低算正常嗎 但下個禮拜大家都在問 會不會繼續向上呢 還是要擔心風險 好 這個第二季電子股 不用太過悲觀 我們看的是2303的聯電 聯電居然要拼擴產 而且產能漸入加進了 股價現在在整理的階段當中 有沒有辦法醞釀再突破再反攻呢 如果說聯電穩喔 半導體慢慢的影響復蘇 那麼環球金有沒有機會呢 老闆說話了 說有兩支春宴助攻環球金跟矽晶圓族群 發人 這個月買多賣少 準備轉強了條件了嗎 請問一下老蕭老師的最新解讀囉 藏下之前最後一波的賣壓 今天就消化完畢了嗎 還好今天量縮喔 這個量沒有失控 但清明節後怎麼樣來選股呢 要選依然這個大盤的主流股 ChatGPT嗎 因為輝達股價今年來暴增一倍 ChatGPT資金輪動 IP看起來芳心未愛不想跌 但IP漲不太動的話 有沒有辦法換到載版呢 它的籌碼跟基本面幫你一手來掌握 而電視面板真的三月份迎來了 漲價了 車用助攻面板雙虎 那麼哪一些個股具有擴散效應可以留意呢 請問詹麗老師 三星考慮要減產囉 讓台灣記憶體開始減到了槍 記憶體族群最近非常強勢 可是法人早就先卡位 股價也都漲上來了 今天不少記憶體個股 看到爆量流上影線的表現 漲上去了不敢買 那壓回到哪裡可以做介入呢 請問委屈老師 學習一下搜尼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今天是禮拜五 我們即將迎接 五天的廉價 那台北股市今天呢 早盤表現還不錯 創高之後一度大漲一百零二點夜 創下了九個月來的新高 可是呢是不是階段任務達成 台北股市創高之後呢 就看到傑前的獲利賣押湧現 一度達到平凡附近 那中場時候小漲十八點 說在一五八六八 接著了黑K棒 但是不用擔心啦 成交量量縮剩下一千九百九十八億元 今晚今天台積電稍微休息 可是聯電跟聯發科居然不寂寞 聯發科站上所有均線 那台積電儘管跌單 也力手五三三重要的支撐 盤中台股間創下新高 但老師我想問 你昨天有講台股間會創高 可是我想看的是紅棒 不是流上影線 那下禮拜怎麼觀察 對 其實不重要 就是說我們講過有途為正 有圖有證據 來 各位請看左側 最主要就在這裡 好 你一定告訴我 這裡要看什麼 這裡不就有個缺口嗎 不是在講缺口的支撐壓力 而是這個叫農曆年的封關 那這裡有很大根的黑K棒 也就是說市場知道說 接下來要放假了 要過農曆年了 它有能力維持 在節前維持一個高檔 往往肯 這就是在封關那一天 對 往往就會有一個 報復性的上漲 所以我們很快速來看右側 那肯定這是一個強勁的上漲 因為節前維持高檔 對 它可以維持高檔 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 唯一的 特別是在有連續五天的假期裡面 大家可能會說國際股市會怎麼樣 其實不會怎麼樣 你再記住一個東西叫24.2 什麼叫24.2 這裡一直到接下來過完清明節 台股要重新開盤之前 你只要看到VIX 它只要在24.2以下 現在在21 它只要不穿過24.2 安全 就是一個強勁的一個大善良 好 如果VIX能夠乖乖的 在24.2以下 目前來到21 又是往下探低 對國際股市來說 是有正向的幫助 但是畢竟台股休五天 有三天的交易日 每股開盤我們是休息的 連假回來之後就要迎接第二季了 老師我想問 其實第一季台股的表現 還算是不錯 那第二季有辦法繼續向上嗎 那怎麼樣從這個 整體的結構來觀察呢 我們各位可能經常聽過 春耕 夏雲 秋收 東廠 那怎麼看呢 我們就看左側 畫面上你所看的 這叫月K線圖 什麼叫月K線圖 就是一根 這個一根K棒 其實是一個月 不是一天 所以這個時間是從2016年 一直到現在 那今天是3月份的結束點 那我們就把過去每一個第一季 你就把它抓出來 你就看 這是第一季 這是第一季 第一季 每一個第一季你把它抓出來 你會發現到 除了2022年就是18619 就是去年 除了這一次 整體上這個第一季是跌的 第二季是跌的 除此之外 每一個第二季都是上漲的 就是看到框框之后的曲線 是向上的 第一季完 我們現在展望是第二季 幾乎都上揚 問題是我們要做最壞打算 除了最壞打算是說 那會不會跟去年一樣 對不對 那怎麼辦 那就簡單的 就是14976 我們有一道底線 來協助我們 保護我們自己 也就是說除非我看到 加權指數 它來破976了 我們當然就大幅度提高 現金比重了 否則就一路樂觀到底了 否則你好不容易 我們在證券市場 我們希望有非常好的一些收益 往往就不見了 我覺得你不用怕 你要這14976 976怎麼來的 好 就是這個最低點 月線過去這第一季Q1 Q1的最低點14001 最高點15951 這一段嘛對不對 所以你把這一季的 市場的平均交易價抓出來 就是14976 大概15000 它只要不要去破這個點 然後台股的第二季展望 極為樂觀 好 剛剛看的是月線 我們再看日線的部分 日線各位請看 我們先看左上角 這是我們當初說的這個高點 這個高點這個叫 一陽二陰 這叫內困三日 一般來講 如果在K線型態裡面 出現內困型態 我們就要提高警覺 就是說它警覺而來 不排除就是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一個下滑 OK 這是一個內困型態 出現內困之後是不是一個大跌 我們看這次的15186 這個標準的導型反轉 什麼叫導型反轉 就是說商品價格往下跌 它在跌 然後這邊呢 最後這個下跌 桿底 這裡出現一個跳空下跌 出現跳空下跌 是不是一根長黑 OK 長黑之後 理論上要繼續跌 這才合乎道理 可是它不是 出了一個長黑之後 竟然這裡出現一個跳空上漲 對 兩個缺口對沖 就是我往下恐慌性的沙盤 這個恐慌性沙盤 出現一個跳空缺口 竟然在長黑之後 可以出現硬是扭轉 一個跳空上漲 兩個缺口對沖 我們就叫導型反轉 這個導型反轉 叫多方導型反轉 才迎來了這一波的上漲 關鍵在我們要看的是 假期過後該怎麼看 我們來看 這一個型態最標準 一陰二陽 這標準日出東方 它已經告訴你要出大太陽了 所以整體上怎麼看 除非VIX跌破衝過24.2 或者台股接下來在第二季 你會迎來一波很正向的多頭 好 老師老師提醒 台北股市第二季 有這個正向的一個條件 但是還是要關注 VIX恐慌指數最新的變化了 我們總結一下第一季 台北股市剛剛從月線觀察 是出現了三根的紅K棒 月線連三紅 四個優勢 加持四月份行情 跟老師的看法有一點一樣 有哪些優勢 因為去年跌升 升息又放緩 別有年總會再到處放陰了 另外一次接力高 殖利率的保護 還有搭上AI列車 台股好多的AI概念股 第二季有機會繼續衝嗎 而四月份就要關注 國安基金會不會退場 國安基金這次護盤 天數是史無前例的高 五月份要報稅了 人家說四月份有壓力 是來自於五月份 可能很多人要賣股來繳稅 我們統計一下 到底第二季的主流會是什麼 大師認為是AI列車 今年第一季的標股 滿多跟AI有相關的 我們看到林群 漲幅超過百分之百 車用的滑幅跟記憶體的實權 表漲勢也很伶俐 至少上漲50的 有省準 創意跟細微 幾乎都有跟AI站上邊 但是追高的你不太敢做 但是如果逢低布局 如果都慢慢復甦了 有AI 有晶片 那總是需要矽晶圓嘛 對 環球金董作獎 下半年偏向官網 業績第二季才會觸體 但是有兩支春夜 一個是第一季新增兩筆長約訂單 原地鹽客戶 已經開始提前拉貨了 老師第二季的電子股 你是要抱持什麼樣的看法呢 首先不管是從矽晶圓 到晶圓代工其實都一樣 我的看法就在於 我們看完消息之後 我們要很謹慎針對逐一去做比對的 你才能篤定說 接下來我該怎麼做出進一步的決策 舉例 第二季最主要先鋒 我們認為你絕對要看聯電 就是在不管你買不買聯電 我覺得不重要 聯電如果在整個第二季 股價沒有辦法帶領整個台股 正式向上做攻堅 你說台北股市漲幅要很大 當然難度也很高 所以我們要去觀察 聯電到底有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先看左側 左側的第一圖這叫本益比 什麼叫本益比 我們去看過去從2005年 一直看到目前在21年 這是2005 2005年到現在2021年 藍色的是什麼 是聯電的股價 股價跟它本益比的變化 這裡叫10倍本益比 是不是在10倍以下 最後這一條 最下面這一條 所以它大概告訴你 聯電有沒有高估 絕對沒有 是不是屬於低位階 當然低位階 問題是低位階 然後接下來有沒有機會 我要注意看 要一個一個看 看右側 剛剛我們看的叫本益比 這叫股價淨值比 股價淨值比 我們加了一個東西叫ROE ROE叫做股東權益報酬率 你要記住 像這種重量級的電子類股 你要觀察外資怎麼看 外資只要是針對這些族群 它一定會看三個字叫ROE ROE上揚 外資會給的本益比倍數 或淨值比倍數就會來得高 ROE往下盪 你會覺得很奇怪 它一直在下修 下修這個標的股 好 我們來看 灰色的這個 這叫ROE 對 灰色這一條 也就是說針對聯電的部分 這個ROE是持續上揚的 所以針對聯電 目前股價在這個位置 淨值比在這個位置去 所以它有沒有高 它沒有高 我們再看左側 看它營收 外資圈法人怎麼看的 第一個 這是2022年 這是2022 這是2023 這是2024 好 我們必須接受一個事實 今年2023年的聯電 全年的營收 會比2022年來的差 對 就是一二季會受到影響 可是問題是如果展望 2024年肯定會創歷史新高 只要第一個 OK 我們猜看右側 右側在看什麼 看產能利用率 產能利用率怎麼看呢 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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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叫Q2 23年的Q2 也就是說它落底 落底會在第二季就現在 那麼股價大家最喜歡聽得到 都拉回做買進 所以當它產能利用率是落底了 已經見底了 準備要回升了 那不就要進場了嗎 它就是要上揚了 OK 問題是上揚 我到底要等一個禮拜 等一個月 還是等六個月嗎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發動 對 我們很快速我們就去統計 全球所有投資機構 針對聯電的評估 目前總共有26家 針對聯電的看法 我們看均值 因為高低不同 高的可以看到5.34元 差的看到4.02元 所以我們抓均值 今年預計會落在4.54元 明年有機會就衝到5塊錢之上 再來我們就看ADR的部分 ADR其實我們在昨天講過 這個叫低檔 低檔爆量 所以這個股價是標準的 多頭的一個延伸 它會持續上漲 你說那麼我就看到聯電 是漲得沒有錯 可是那漲那個8毛的 9毛的 那不可以一次去3塊4塊對不對 我們就看過這了 當然可以 好 問題是什麼時候 聯電要出現那種爆炸性的攻堅 53塊半 好 為什麼是53塊半呢 好 要算囉 技術分析裡面 有趨勢指標 有領先指標 有反轉指標 最後有形態 最後還有一個什麼 叫做統計比對 好 我們去統計比對同時指標 什麼比對呢 這裡叫6萬張 這裡叫8萬張 好 我們統計這幾根 這幾根加起來大概是50萬張 也就是說聯電你在過去這72天 你去買賣聯電的市場 全市場 整個中華民國 你去買賣聯電你的價格 買在53到53.5 這五個年差不多50萬張 將近50萬張 好 所以聯電什麼時候會表態 一旦聯電的股價昨天在這裡 今天漲了8 你就不要讓它騎起來53.5 站上53.5 它就不跟你開玩笑了 它就直接就立竿見影 就一個大腸紅K棒會發生 好 再來我們剛剛講到建源代工 我們就看矽晶圓 是 那大家也會說 矽晶圓過期都落後大盤對不對 那接下來搞不好有機會 對 能不能買 不能用猜的 我們看左側 第一個要先看領先指標 看完領先指標 再看同時指標 最後用趨勢指標做比對 你才能夠把你的成功率拉到最大 好 領先指標是誰 矽晶圓一定是看腎高 你為什麼看腎高 各位請看 黑色的是日本的腎高 你就看 這個腎高只要往下跌有沒有 我不管你是什麼台腎科 和親 生陽辦 家經和人 通通都要跌 沒有那個不跌的 只要腎高漲絕對都會漲 只是漲幅不同 是腎高跌 你跟我說它不會漲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知道嗎 所以你是不是要先抓領先指標 你領先指標抓出來看 你就知道你怎麼做都會贏 當你看完領先指標 你知道接下來我只要看腎高就好了 對不對 腎高繼續漲 你的矽晶圓就要去 你如果要浪費時間 好 我們就看腎高 腎高會不會漲 它的關鍵是什麼 腎高一定要站上2022字元 沒有站上之前 矽晶圓的上漲 我們只能給它正向的看法 但是還不是站在買方 你一定 因為這是最大量 最大量是發生在去年的11月9號 這個最大量是不是在這裡整理 就跌破 跌破到今天為止它還沒有上去 所以你要看矽晶圓 不見兔子不殺音 你不站起來這個鍋 你還不能出手 好 腎高的觀察 也是關注台灣後面 矽晶圓族群的整體的表現 環球已經可能要稍微等腎高一下下 不過在等待噴出之前 有沒有可以分批佈局的時機呢 好 我們剛剛講的 你先看你今天指標看勝高 再來同時指標看什麼量價 就用量價觀察 最後我們是用趨勢指標 趨勢指標你可以給它MA或WMA 或者MACD KD指標都可以 兩者都正向 你可以站在買方 但是不是大波段 舉例 這裡MACD是轉正的 那你就 然後WMA也轉正 你要做短線的可以 你就買進 問題是 你是一旦買進之後 不管是MACD或者是WMA 它只要轉負 這個點就是這裡 對 你也要趕快跑了 你買在這裡 賣在這裡 你怎麼可能做不贏 我們不要說放空了 然後接下來這個點 連它都WMA是在這裡 所以它差了大概四根K棒 現階段是有機會的 你如果是做短線的 那MACD是正的 WMA是正的 是沒有問題的 好 亦不亦虛 那最後來看看廉價之前老師要是 剛剛留意的時候 廉價之後這個儲能族群 長線的政策題材 怎麼樣要做關注呢 好 第一個我覺得不要猜 永遠不要去猜 那任何的新聞 你要有自行解讀判斷的能力 也就是說我們不受干擾 那不受干擾我怎麼看 舉例你沒有拿到四分或者是五分 你都不要插一味 那不會去啦 它一定要有五分就肯定會漲 所以我們舉例 儲能個股從東元中心電 華城一大堆 這兩分的 兩分的你就 就還沒時間點 還沒到 你擠也沒有用 你買了 買個千辛萬苦 它都怎麼還不漲 我告訴你 它就絕對不會漲 為什麼 兩分是沒有讓它漲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拿 最起碼要有四分 目前整個儲能裡面 我們在最終個股裡面 和泰車拿到五分 並且是每天都五分 還有誰是五分 碩天是五分 你說我這兩支我都沒買了 我手袋跟一支叫做台達電 這台達電怎麼會去 說得太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空白 你記錄我 是不是叫空白 對不對 好 首先這個Light 8 各位可以加入我們Light 8 我持續幫大家追蹤 我們先看台達電 對 OK 台達電前天是四分 四分 昨天是四分 對不對 那為什麼都四分 今天 好 來看今天 50分的正 日線正 50分正 日線正 法人過去這五天買了6700張 那到底是幾分呢 關鍵在這個298 如果台達電 如果台達電在298以上 抱歉 五分 拿到的 就是五分 五分要怎麼樣 五分很正向 如果四分呢 我們就在踩個煞車 那請問 為什麼是298呢 來 各位看右側 好 你統計過去72天 298站是不是在這裡 台達電你騎上去 你不要浪費時間 絕對是拿到滿級分 五分 五分他就是跟你說 你不要浪費時間 他就是要去 那台達電今天收多少 偷偷告訴你 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301 恭喜他 確實拿到五分 謝謝 好 非常感謝老師老師 在連假之前給大家還滿多 第二季呢 選股的策略跟方向變化 那老師剛才說啦 這個儲能相關的族群 越接近夏天天氣越熱 電力相關的概念股 還有有發動的機會 那剛才這張表格上面的個股呢 大家除了可以做參考之外呢 也可以喔 用手機掃一下 老夏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跟老師加個朋友加個LINE 不管是剛才說到的 儲能相關類股啊 聯電跟環球晶後續的走勢呢 也都不看 但怎麼樣來做 比較聰明切入的方法 不要浪費時間的話 都可以跟老夏老師來請教啦 我要聊一下這個第二季呢 有沒有可能還是看到 Chart GPT繼續的風呢 Chart GPT的相關概念股 我回答今天以來大漲了一倍喔 但是喔 這個IP股已經在高檔喔 看似不轉弱 但是又不敢買 看到這個資金好像輪動到載板去了喔 可以來做留意了嗎 請問一下照理老師 學習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喔 台北股市第一季成績單揭曉 月線拉出了三連紅 表現還算不錯 但第二季其實蠻多的變數 剛才有說過啊 我們五月份要報稅啦 那國安基金有沒有可能會退場呢 也關乎投資人的信心 但是如果選對產業就不用擔心嗎 看看電動車 特斯拉第一季出貨 可望創下新高 股價漲幅創立來最強的 那第一季的車電股喔 幫大家找一找哪些利多會整 3665的茂蓮 去年存益增加了八成喔 EPS25.04塊 創下新高 今年還可以再向上嗎 另外是這個車業用抬頭顯示器的 一粒店要擴產喔 到泰國買地上千坪 轉HUD的組裝廠 好 車用部分呢 教導老師喔 這節目當中 幾乎每天都會跟大家做叮嚀 但船票怎麼樣 老師老師你有說 這景氣循環股喔 從面板到記憶體 開始看到了落底反彈的訊號 只要報價回穩 股價就沒問題 那航運股怎麼看呢 因為喔 最東產業的人出手了 這個是台華投控董事長 老船長延藝財 他公告去年以來 又買了陽明4500張 均價64.46元 累積擁有長明超過2.05萬張 為什麼要一直買一直買 不知道 因為運價還沒看到回穩的跡象 可是已經不跌了 老師也說有非常高的現金值利率來保護 好 我們看到這幾個題材 這點要跟大家來細說 不過先講大盤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嘛 廉價錢台股創高 可是開高走低 不過量縮 下個禮拜是有兩天 但我們看長一點啦 4月份的行情怎麼觀察 對 沒錯 我想當然 台股今天在創下波段新高 其實真的是很強 你可以看到今天 大家面臨到也就是下禮拜 要放長假 連續的5天 結果指數創高真的是很強 當然最主要來講 其實第一個 就這一波來講 AI的熱潮 它出現了輪動的一個架構 你比如說從一開始的IP 到伺服器到軟體散熱 到記憶體等等 所以只要揮答一直長 這些就會一直輪 就是這些來講 其實現在大家 你像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美光說它也要AI的部分 它也要未來 AI這一塊它應該有 蠻大的一個發展 所以Intel的股價就出現大漲 對 連它都漲 對 連它都漲 美光的部分也是一樣 因為也跟所謂的一個 容量的部分來講也有關 當然大家就會想說 到底未來來講有什麼族群 在這個地方被低估會反彈 等一下我來跟大家講 所以我覺得 當然在下個禮拜開盤的時候 我想最主要還是美股的影響 就是看這五天美股的一個狀況 好 來 當然 旋股的方向來講的話 有一些景氣谷底翻揚的 或者是即將要翻揚 為一些相對上來講是比較低 因為你可以看到 其實目前真的是 很多的類股在進行所謂的輪動 另外長線基本面向上的 我想你就等月線拉回來 拉回來到月線附近 再進行逢低的一個程度 好 這兩個是不同的操作哲學 股價位接低的 最好搭配景氣谷底翻揚可以留意 但如果說強勢個股 像是儲能 電動車 甚至軍工 IP系字台等等 基本面如果有向上的條件 拉回月線再做介入 比較不會危險 那講到剛才說 這個超微股價今年來大漲一倍 那最近擴延到美股的 美光 英特爾都在漲了 那台股就是ChatGBT的類股 也漲了一大輪 不過看到這個 ABF載板族群連續兩天 都相對大盤來得強勢 老師你怎麼看這一塊 他們應該也是有受惠的空間吧 對 其實當然就是說 就ABF載板的部分來做觀察 其實你不管AI的伺服器 或GPU的伺服器 其實它會用到更多的一個載板 那尤其在高階的部分 所以載板當然在未來來講 我相信在明年或下半年 景氣會開始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成長 我想這是無庸置疑的 那只是說窄板上半年 它還是會遇到一些的逆風 那大家預期第二季 有可能會逐步的一個落底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其實現金殖利率的部分來講 其實大概就5 6% 其實說真的 這個不是非常高 好 那重點來的 我們先看一下 比如說像3037的 所謂的一個新興店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股價為什麼 其實這一波來講 它並沒有特別的強 那當然其實假如講題材性來講 其實它跟AI真的有關 那為什麼是 真的有啊 對 真的有 這個是真的有 好 那為什麼股價沒有辦法 你比如說你打一個2408的 那個南亞科來講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股價真的是創高啊 可是你打3037的新興 股價它是沒有創高 其實它在一個邏輯 就是第一個來講的話 載板的部分 其實它在去年 大概9月份的時候 尤其南電啊 新興大概去年9月份 它的營收還是創下歷史新高 南電的部分到去年的10月份 它還是創下歷史新高 好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去年的基期 在9月10月份之期非常的高 是 營收的部分 所以你YY衰退這很正常 就給今年的營收很大的壓力 對 那MOM的部分 也很容易出現衰退 因為它是比較晚去化庫存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的營收的表現 你就知道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今年上半年 其實說真的 你YY要成長那個難度太高 你MOM都不一定會成長 可是到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其實尤其進入了9月10月之後 因為它的高峰過了 所以它的YY搞不好會出現成長 MOM會先出現成長 那之後YY有可能就會出現成長 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一塊來講 為什麼大家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可是重點來 股票還是上不來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營收 就是基期的關係 再加上EPS的部分 因為它比較晚修正 所以預估今年EPS 大概有可能都會比去年 出現比較衰退的一個現象 所以假如說你要操作這一塊 其實窄版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說假如你往這個地方衝的時候 你可以先減碼 那假如說你下來的時候 比如說你打到月線或季線等等 就拉回來的時候 比如說來到這個平台 就短波段 月季線的時候 對 你就可以所謂的一個買點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箱形的一個操作 畢竟它的這個營收 今年是看起來會比去年衰退 這是它比較不利的條件 對 沒錯 不過基本上從這個需求面看來 至少它有搭上的就包含了AI伺服器 跟GBTU的伺服器 這兩塊今年都有機會大放益彩 所以老師認為 在它的產業庫存巨化 進入健康水位之前 可能就用箱形操作的方式 會比較安全的 那另外一看是貨櫃 因為老師你昨天已經跟大家聊了記憶體 也跟大家聊面板了 就是看你的報價在走 那貨櫃三雄怎麼樣來做留意呢 因為老船長都跳進來買 他會跳進來買的原因還加碼 到底是什麼 對 其實從台華去買陽明 操作陽明的部分來做觀察 其實你就大概知道 其實它第一個 它買進來看下半年的營運的展望 第二個來講其實它也會高出 然後再做低進 好 我先講結論 其實我覺得貨櫃的部分 來到這個位置點 應該真的是第七期了 就是說應該會有機會 開始出現波段上漲的走勢 陸續要 當然它不一定一直大漲一直大漲 不過為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講過其實在昨天公佈的 WCI的部分 就是世界貨櫃指數的部分 當然昨天公佈的 它還是下跌2% 比上一週來講 其實它還下跌2% 那上一週下跌多少 其實也是下跌2% 跟前一週做不了 所以大概只有持平 就是說它的跌幅沒有就是一樣 跟上個禮拜 跌幅沒擴大 對 沒有大幅的一個擴大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 這個是最近這一年 它的一個運價的走勢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最大的跌幅的時候 最下... 它的下滑幅度最快到去年下半年 對 其實是去年下半年好來 對 那你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一點 它已經開始慢慢的 下跌的速度跟幅度 已經大幅的慢慢的收斂好 那看到這個的時候 你有沒有感覺到 其實這個跟有一個族群非常像 記憶體 記憶體其實第一季的報價 大概還是下跌15%到20% 對 還在跌 第二季的跌幅 大家預期大概是10到15% 其實它還是在跌 好 那在跌只是它的跌幅 開始陸續的一個收斂之後 你看到記憶體的部分來講 你看一下 2408的 藍雅科 你看一下 它的骨架就上來 那記憶體為什麼 最近會比較強 其實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是先衰退的 它的衰退 就是它的衰退的時間點比較早 就跟面板一樣 它是比較早衰退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 骨架也經過了一大堆的 一個修正之後 那現在大家的預期開始 下半年會復甦的時候 它就上來 那長榮陽明的部分來講 其實它有一個比較差的一點 就是營收的部分 大概在去年5 6月份 它還是在歷史新高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跟載板有點像 載板也是在更後面 最近出來的營收 都是年減月前可怕 很可怕對不對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景氣巡王股 當你的報價是這樣子 跌幅已經開始不太跌了 你看那個角度就知道了 對 那再加上 其實你去看一下 它的現金殖利率的部分 對不對 但是現在你不會相信 就是說現在你不會相信 就是股價在 可是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肯定是一個保護 另外一個來講的話 其實就股價淨值比的部分 長榮跟陽明跟旺海的部分 其實都是低於股價 目前的股價都大幅低於淨值 尤其是長榮跟陽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打一下2609的 一個陽明的部分 好 2609 對 2609的陽明的部分 我個人一定把它放大 其實 把它放大 對 這個地方是公布 它的一個鼓勵 結果隔天 開高走低 那時候也跟大家講 其實會賣在事實發生的時候 沒錯 短線上先卡位的人 當這個利多出來 因為沒有太大的 更正面 短時間沒有更大的一個利多 所以它賣掉 賣掉完之後 是不是下來之後 殖利率更高 我相信它肯定會不會來 所以我才說 其實來到這個位置點 當然現在大家沒有在講 貨櫃的部分 其實我反而覺得 並不是說大家沒有講 所以它就會漲 不是 而是說它的運價的跌 是已經慢慢的趨緩了 那再加上 這個地方說真的 整理完了 那我覺得 股價上風的機會 其實是蠻大的 好 那台北股市現在 資金 在成交量縮減的情況之下 輪動的速度很快 結構也是不是很穩定 那老師怎麼看一下 這個從台股各個輪動族群 來關注到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規則呢 對 沒錯 其實我跟大家講 你看一下這個大盤指數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 這個是電子類股指數的部分 是不是同步落底 幾乎同步 對 幾乎同步 那這個是創意的部分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也是同步落底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 一個比較早落底 面板 對 面板的落底 其實在這個地方 它就出現了落底 其實當大盤落底的時候 面板 對 已經為什麼 因為在景氣循環谷裡面 其實面板這一波 是報價率先上來的 它在11月份的報價 漲了一個月之後開始持平 然後到23月報價又開始漲好 那你試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它先復甦了 那當然漲了一段之後 這個股本大 它肯定會陷入整理 那整理完之後 其實以目前的報價的預期來講 我個人覺得 它應該是會往上 好 整理完之後會往上 三月份已經要報價漲了 沒錯 好 那你看一下 另外的部分來講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是大盤的部分 跟台積電也是長的一樣 那聯發科稍微早一點落底 聯勇的部分跟驅動IC有關 就是說IC設計的部分 確實有時候也都會比大盤 來得早落底 因為這個很多的法人 或者是一般的主力業內 很喜歡操作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IC設計也是這一波當中 大盤能不能再往上攻 很重要的一個邏輯 好 IC設計還是要看 那如果大盤能夠繼續上攻的話 IC設計不能缺席 老師我們聊一聊這幾檔個股 已經出現滿多天了 就是老師那時候要強弱關鍵家 來跟大家來提醒 創意的部分 又站回去 世新跟不得今天要大漲 這個真的是我們之前講的 非常非常的難操作 對 其實 要怎麼看 漲到這個地方 其實你只要 因為有時候我會跟大家講 其實大部分來講 你要觀察未來的一個 展望的部分 可是說真的 因為現在的IP 本益比大家都很高 所以你現在就變成說 你這種股票 你就變成要用技術面的角度 那假如它提破 比如說你像3443的一個創意好了 對不對 它的大量區 這個是最大量區當時 那當然1050這個地方 就非常的重要 對 那基本上來講 當然多方它還沒有棄手 因為這兩天你可以發現 對 股價又拉 是 所以你就要看 當然就是說 假如萬一真的1050 再失手的話 相對上來講 就會比較風險大一點點 那不然另外一個突破點 就是123年 假如可以突破 那我想其他的i7設計類股 大概應該也都還有七位 好 這張表格 IP股的強弱 關乎大盤後續的走勢 大家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跟教育老師 來詢問跟請教 來愛特怎麼掃 等一下跟大家來做這個討論 跟分享 那老師我們最後來關注一下 面板股 因為這個景氣循環股 最早落底 最早復甦的 看起來就是面板股了 面板股收到了說 剛性需求來臨 又有搭上車用的應用 股價也慢慢的向上墊了 如果說報價有辦法 第二繼續的挺進向上的話 這個資金的擴散效應 會不會有機會 對 其實我覺得像現在來講 其實你可以看到 股票真的是一個輪動的 其實這一波最早面板上來之後 你比如說像記憶體 你比如說像最近的PA 其實很多的股票真的後續 都陸續的上來 那你說PA的 展望真的有很好 其實前幾天我也跟大家講 就真的是還好 可是因為股價跌很深 它會上來好 那我覺得這整塊來講 就是說就營收的角度來看 真的很爛 然後真的開始復甦了 其實一開始真的是面板 面板是 因為你看股價的位置 你也知道 其實面板的部分 比大盤比電子股的 股價的低點 早就提早遇到之後 就開始往上拉 所以這些的景氣循環股 我就是說基本上來講 它應該正常的邏輯 應該這樣說 它又會輪回來到 因為現在很多的低基型的股票 漲完電子股當中 它應該又會回流到 所謂的面板的部分 因為現在大家預期 未來的報價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還是往上 所以你看一下 舉例三了 這證據也整理了兩三週了 對 你看一下 比如說2409的友達好了 你看一下 其實對不對 它的股價其實從去年 大概低點之後 開始上來之後 這個地方它陷入了整理 那3481的群創的部分 其實也是相同的 4960的一個陳美財的部分 其實都一樣 就是說 那它在整理的時候 誰上來 2408 這些的股票上來 就是資金往這個地方去 進行落後補償比價 所以我覺得 當記憶體這些上來之後 其實應該會陷入整理 資金應該要往 這個地方 面板股來靠近 不錯的一個思考邏輯 那同學們提醒您 剛才趙老師所講的 包含面板股的資金擴散效應 ChairGPT資金輪中 窄版的有沒有機會 怎麼樣做比較簡單的操作 同學們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參考畫面上面 我們趙麗老師的大頭娃娃 下方的QR Code 提醒同學們 電動車族群 相關的應用 是未來台股的長線題材 好多的車電股 不知道該怎麼樣選擇的話 老師在Light上面 也會有比較詳盡的報告 那這些記憶體族群 或者是貨櫃股 或者是面板族群 這個報價的景氣循環股 怎麼樣來做操作 怎麼樣掌握這個落底 復甦反彈的機會 都可以跟老師來 加個朋友加個Light 有問題的話可以提出 老師有空的時候 會在Light上面 跟同學們做分享 好 記憶體 雖然說最近看到了 報價還沒回穩 不過股價已經漲上來了 從美光看好景氣 慢慢復甦之外 三星也考慮要減產 讓台灣記憶體 大大進步 但是法人早就對 好多的記憶體族群卡位了 包含了威剛等等 股價早就漲上去了 那拉回誰可以接呢 因為今天好多檔個股 都爆了大量 請問委屈老師 休息一下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台北股市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今年開始要在美國大局的上機擴產 那也帶了很多的台灣供應鏈 到美國去開疆闢堵 可是呢 到美國設廠到底對台灣勢力勢必呢 其實台積電創辦人張周牟 之前就是裴洛西來 醜話講在前頭嘛 他講說你美國 要這個再打造另外一個半導體部落 也真的是太過天真了 那現在是不是兩方有一點分歧呢 因為有記者問到 這個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因為美國的晶片法案 有一些內容其實 對台灣廠商稍微不利 包含要求超額分潤 也限制你不能去大陸投資 甚至要求你新設廠居要 提供營業祕密資訊 劉德英有一點點維持 他認為有些條件沒辦法接受 會繼續溝通 很有可能就是營業秘密 當然台積電之所以成為世界霸主 一定有他的專利跟他的製程秘密 不能讓美國給爭彎捧去嘛 但是這個訊息會造成半導體 什麼樣的一個連鎖效應呢 等一下請問委群老師 另外一塊的是記憶體部分 美光連續幾天的大漲之後 記憶體又有好消息了 三星打算減產 台灣記憶體進步 因為三星要跟同業 一起來著手減產 就DRAM跟Netflix的關鍵行動 就看三星 威剛與詹時全的模組廠先受惠 威剛時全第三季也說會 恢復成長動能 可是記憶體族群 好多檔個股法人 早就卡位也漲了一大段 現在要買也不是很趕 而且今天多檔個股 也老實講 已經出了滿大的量 怎麼留意呢 那我們先從整體的產業 大見識來觀察 今天說了 海基電全能營運沉壓超出預期 因為NVIDIA新單縮手 聯發科有大砍單 每次看到這樣的訊息 我們都需要打個問號 好 我想之前我們都說 其實台積電今年第一季 第二季不好 第三季蘋果3奈米放量 對不對 甚至近期的CHIP GPT 造成的回答AI的晶片大好 出現雞丹 甚至中國大陸有多少貨 收多少貨 但是今天在電子時代 有出現這樣的一個新聞 有出現這樣的新聞 當然其實最大的原因 還是就是近期的金融的 一個動盪 你看到矽谷銀行也好 瑞士信貸也好 當然對一些 你說像聯發科這種 大的IC設計公司 他當然還是要考慮一下 因為好不容易褲子慢慢的 要消了對不對 那現時如果說 這個單子在下太多 對 當然他們還是會 比較謹慎一點 所以這邊也告訴各位 各位同學說 其實反彈到這邊 其實也快三千多點了 對不對 很多的股票反彈到像有一倍 甚至有些很兇對不對 嘎空嘎得很兇 所以在這邊你的操作 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剛剛高位階的股票 不要看到利多 低檔沒買你就衝進去 那當然你說台積電 未來會不會好 絕對會好 那甚至剛才明君也提到 對不對 這個美國這樣的一個動作 說真的把我們騙過去 對啊 把大家騙過去 然後又要扒你的皮 所以這一定是會去喬 說實在的對不對 你說三星他們也是不太舒服 對啊 三星設廠也要叫他提供營業秘密 對 當然台積電去美國 他我們之前也提過 去美國美國也是高階的製程 尤其在軍工的晶片 對 會給台積電 所以相對的毛利率會比較高 你說接下來什麼營業秘密 什麼超額的分論 這個要大人去決定 但是我們還是確定說 以長線來看 AI的趨勢沒有改變 甚至電動車高成長也沒有改變 但是這邊很多股票漲多了 就不要去追 甚至剛剛我們提到的三星 對不對 之前一直說 我不減產 我不減產 對不對 HINES也說要減產 那個美光也說要減產 但是三星說不要 但是今天的新聞有考慮 所以這兩天你看到 低潤族群的大漲 但是其實我想譬如說 你先看台積電高階製程好了 尤其是你看四星創意 都已經漲到天上去了 甚至今天的8227的巨友 也來到一個 出關 對 也出關 甚至你看到也來到前波高點附近 所以這邊的操作我覺得 就開始有點籌碼戰了 再搭配說近期來說 有沒有說這些集單 有比較小說一點 各位要考慮一下 尤其你看最近四星漲上來 我說前陣子這邊 都是隔日衝在軋空 有沒有 一些大戶在吃空單的豆腐 那空單都死光了 真的都死光都在這邊結束了 現在的軋空力道比較沒有了 甚至投信也開始在賣了 所以這邊的操作我認為 時日線跟月線就很重要了 時日線跟月線就很重要 那時日線如果破的話 其實你是應該要做停立的 對 應該要做停立 如果說能夠量縮打回到月線 會比較好一點 量縮回月線再介入 月線的GPG的題材 今年應該會很夯 對 會很夯 但是它是輪動 你看又這陣子又動到散熱 對 那甚至這幾天又動到記憶體 那其實去年 我們很早就跟各位同學報告 我說那時候 真的在這邊潘建成都在加碼 對不對 真的是今天又在創高 但是你看各位看一下 這個量就比較大了 對 有 今天量就比較大了 對不對 這大量來說 我認為你說以技術面來看 當然這邊的壓力 這個頭的壓力是比較大 還有一點空間 對不對 那這個平台區已經突破了 已經對不對 有要突破的味道 但是我認為 今天這個量是比較大 而且有一點 大家動不定要進去追的味道 對不對 你看看今天這幾天 大盤是量縮的 對 但是它今天出量 對啊 今天記憶體大部分都是出量 而且都出大量 這個動不定要進去追到 好事還是壞事 其實短線上反而不好 對啊 你看到譬如說6121的新普 6121我們昨天講的 對 你看這兩天出大量 本益比那麼低 殖利率那麼高 對不對 位界也不貴 但是今天其實出大量打下來 那一定是有刻意的人士 他想要短線獲利拔檔 對 但是你說這樣的股票 好不好 它還是在低檔 所以其實這邊就是等拉回再說 甚至南亞科也是一樣 你看這個量那麼大 有沒有 今天的量很大 對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今天最後的量是多少 3萬9千多張 3萬9千多張 其實你看去年的糕點 84塊多 這邊也3萬多張 對 差不多 還比那個還大 今天還比那個還大 而且你看投信買了一托拉庫 那今天是投信的祭底作帳 對 對不對 所以這邊我會認為說 當然你說長線 Chimp GPT或者說車用 會帶動低潤 那如果三星在減產 價格可能會上來 但是現實也沒有那麼快 那股價也是反彈到一段 所以第一波 第一波的反彈就是 跌升的反彈 也可以說是一個題材性 那接下來我們看它的獲利 對 它獲利現在去年都不好 今年也還不好 對不對 那你就不能過分的追降 那甚至搭配這樣的大量 我覺得相對來說就要小心 甚至譬如說我們看3006的金豪科好了 老師 記憶體族群拉回來還可以介入嗎 拉回來當然你找亮說 尤其我覺得群聯 如果說要比較活一點 829我們再回來群聯好了 我們再回來群聯 對 那邊 好 其實群聯我想我也是講很久了 我說在這邊也不用害怕 第一個沒到你的線 第二個潘建成他還加碼 對不對 那再來你說真的IC設計 群聯 瑞育 聯發科 都是很龍頭的 很好的公司 所以這邊 當然我覺得拉回 其實是好事情 那甚至我們看金豪科好了 3006 對 3006 謝謝 你看我們把江波圖打出來 好 江波 如果說今天那麼大的利多 你看他今天應該要供漲停 連漲停都沒供到 差一點點 那誰在賣股票 對不對 誰在賣股票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想 當利多出來的時候 竟然你沒有鎖到漲停板 而且在看技術線圖 對不對 在看技術線圖 對不對 那麼大的一個上影線 這個我覺得就是之前套勞的人 趕快賣光了 大家都想賣 或者說這兩天有進去的 短線客也想賣 所以等拉回震盪整理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 像IC設計很多的股票 有些漲多了 這邊就不適合追價 反而我覺得比較低檔的 譬如說鴻海集團 對 我們看Apple的股價好了 好 看蘋果 蘋果的股價 謝謝 其實再把時間拉長一點 最近大家都注意NVIDIA 但是其實默默的看蘋果 好像也快創架新高了 對不對 蘋果漲 鴻海要不要漲 對 我想鴻海集團真的是比較委屈 甚至今天也差一點要公萬六 如果台北股市要公萬六 鴻海集團絕對是 對不對 一定要動 如果沒有動 說實在的公萬六一定站不上 對 所以鴻海集團特別的注意 再來生技股也是一樣 保瑞連續兩天 又拉回 其實前天我就提到 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當然你如果聰明 比較厲害的 昨天應該有些賣在高檔 但是真等拉回再說 那接下來就看合一 今天下午的法術會 同學們有問題的話 要介紹委屈老師的QR Code 相關的個股 包含生技股 技體族群 委屈老師在Light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我們繼續 來 好 就看看法術會 這個北美的開賣的情況 授權的狀況 甚至大陸的藥症 再來 再症醫療法 長盛 或者說像1784的訓練 1784 1784